2023年 我国首次开启从南非进口饲料玉米的通道 玉米是南非当地最主要的农作物 产值约占全部农作物的40% 南非玉米的产量和出口量均位居世界前十 特别策划种地吧 我的非洲兄弟 来看打通南非玉米进口通道 实现生产端与消费端的双赢 这里是位于南非自由州省的瓦尔班克农场 眼下正是玉米的播种期 这几天 这里刚刚下过雨 土壤虽然还有些湿 但不影响机械夏天作业 这场雨很关键 大部分土地还是湿的 是播种的好时机 我觉得到今天下午或者明天之前 我们就会全部种完 是的 所以我们期待 有好收成 农场前不久 刚刚和中粮集团签署了合作协议 萨雷尔德亚赫此行 正是为了落实合作细节而来 播种需要的机器 肥料 种的什么的 没问题吧 没问题 今天一切都很好 我们今天是用了很多液态肥料 来确保播种进度 与此同时 在地球的另一端 处于亚热带的中国广州 还未退去暑热 而打理鱼塘的黄根仔 也趁着上午的凉风忙活起来 他又进了一批鱼苗 如果饲养得当 这批鱼苗将在半年之后出堂 被端上广州人的餐桌 2023年5月4号 南非对华出口的首批 5.3万吨饲料玉米抵达广东麻永港 经过严格的检验检疫后 他们被快速供应给国内的饲料企业 黄老板现在的料用得好不好 效果怎么样 效果都很好 黄根仔是这一代有名的养鱼户 这天 饲料企业的工作人员 专程上门走访 想知道新饲料的使用情况 鱼都生长很好 出鱼很稳定 凭借可靠的产量与质量 南非玉米赢得了中国市场 我们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种出完美的作物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剥下了种子 看着它们长成农作物 产出优质农产品 成熟后 我们把它颗粒归仓 并将其销售到全世界 中粮集团已与南非62个农场 签署长期供货协议 这些农场的农田面积 超过7万公顷 我们和62位农户开展了合作 我们年产玉米39万吨 我们与农户的合作目标 是彼此能够实现共赢